大家好 今天买了一株新兰花 看多漂亮 本来开开心心的买了这只花 结果回家发现 它竟然有戒壳虫 买的时候光顾着看花了 而且这个样子的花只有一株 所以拿着就走了 忘了仔细观察 这个叶子上有没有虫 看 它的虫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这个白色的小点 它这个虫跟其他虫不一样 其他的虫会动会飞 但是这个呢 就是partner 它不动 所以如果你不认识它的话呢 不会觉得它是一个虫子 而且它非常的小 像这边 这个小的只有一毫米大 不仔细看你都发现不了它 所以大家也检查检查自己的兰花 如果你发现你的兰花的叶片上 有这种小白点 那么很有可能 它就是戒壳虫 一定要及时的 给这些虫子处理掉 否则的话 如果长多的话 会损害你这个叶片 损害兰花 让兰花长得非常的难看 而且它很快会传染到你其他的植物 一般呢 戒壳虫分为两种 一种是有壳的那种戒壳虫 就是表面是硬硬的 那种戒壳虫呢 相对来说不太好处理 因为如果你喷药的话 因为它有一层壳来保护 所以不是很容易的能杀死它 还有一种戒口虫呢 就是粉戒 像这种 我这种应该就是一种粉戒 因为它身上没有硬壳 那这种呢 就相对来说好处理一些 处理的方法呢 就是用酒精来擦拭 用这种70%或75%的 用酒精给它擦拭 叶片就好了 就每个叶片都要擦到 把所有的小白点都擦掉 它这个叶子的中间 这个缝隙这个地方呢 也有很多的小白点 有可能就是它的虫乱 这个地方也要 仔细地擦一擦 很有可能呢 你这个戒壳虫 还会隐藏到 你这个叶芯 和叶片之间 如果 觉得不放心的话呢 去用酒精来喷 这个叶芯和叶片 顺便 顺便把这个根部也喷一下 这个粉剑用酒精一喷呢 马上就死了 很管用 但是呢 我觉得我这个水苔里还会有虫碗 所以我一会儿会把这个水苔换掉 正好呢 我也想把它转成水培 所以顺便我就把这个水苔给它拆下来 把根部彻底清理一下 好 现在我已经把质料都洗干净了 水苔尽量摘掉了 烂根也摘了一些 现在呢 我要把这个 这个剪刀先消消毒 用酒精消毒 然后把剩下的一些烂根剪掉 好 基本上烂根已经剪没了 这时候 还是要给这个根部消毒 杀灭虫卵 你可以用75%的酒精 也可以用这个3%的双氧水 同样再对着叶子再喷一遍 防止这个虫卵还是没有完全杀死 还有这个 颈部 也都喷一下 因为这个 虫卵也可能在这个花茎上 喷的时候呢 尽量不要喷到花 否则的话 花会变得非常难看 但如果你在花上也发现了虫子的话 那必须得牺牲一下 必须得喷了 否则的话 虫子可能会跑到其他的地方 到目前为止呢 我没有在花的背面 看到虫或者是被虫咬过的痕迹 所以就先这样留着它 所以现在呢 我就把它放到一个玻璃杯里 但是目前呢 我还不需要加水 当这个根全部晾干以后 明天的时候 我再给它泡水 到时候我会出一个单独的视频 讲一下怎么样给虎迪兰转水培 很美的一朵花 希望它还能开一阵子 之后呢 我会把这株花放到其他的房间 不会跟我其他的兰花放在一起 当确认这株花不再有接壳虫的时候 我再把它摆放回来 那也请大家检查检查 你的兰花的叶片上有没有小白点 如果有小白点的话 也要注意呀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